嗨 你好嗎 我是怡怡 歡迎來到新的日記 今天我要來做一個超巨大的開箱 那就是台北馬街醫院的癌症中心 還有化療的流程到底是有哪些呢 化療的流程有三大步驟 第一個 抽血 第二 門診 第三 才是正式的打化療藥 第一 抽血 我們就拿著醫生開給我們的抽血單 去自動報到機器前面 掃條碼報到 或者是插健保卡報到也可以喔 所以不用擔心 忘了帶抽血單 還要跑回家一趟拿抽血單 只要健保卡也是可以的 報到OK之後 我們就等候叫號 我們化療病人是快速通關的 會優先叫號 所以我們的號碼都是紅色的 抽血完之後呢 我檢驗師會給你一張小小的紙條 上面寫著你抽血的時間 那大約等候一個鐘頭 你的結果就會出來了 抽完血你就直接拿著這張小紙條 去診間敲門 把這張小紙條拿給護理師就可以囉 不要像我第一次一樣傻傻的 在後診間一直等等等 等到號碼叫到我之後呢 我再拿紙條給護理師 這樣子就要等更久囉 2.看診 為什麼我們每次做化療前 都一定要看診呢 醫生最主要要看你的白血球夠不夠 如果太低的話 醫生可能就會叫你回家休息一個禮拜 或者是開小白針給你回家打針 其實我的白血球一直都蠻低的 尤其是前幾次打小紅莓的時候 醫生就叫我回家打小白針 然後我不敢自己打 所以我就拿回去請我們家附近診所幫我打 這樣要50塊錢 我也有馬接醫院的病友 他會自己打 我真的是覺得太佩服了 後面我的化療是打太平洋紫山唇 然後我只有一次被退貨 然後醫生叫我回家休息一個禮拜 好 那看診的時候 如果醫生覺得你的白血球數夠多 而且其他的身體狀況都ok的話 你就可以去做化療啦 打化療又有分兩種 一個是門診化療 就是打完當天就可以回家了 第二個就是住院化療 好我們先來講門診化療的部分 門診化療的流程的話 第一個我們就要先抽號碼牌 等候叫號 然後第二到櫃台去報到 有可能批架 然後幫你安排床位等等 第三我們就會被護理師叫到一個小房間約談 欸欸欸不是小房間啊 是評估室 呵呵 護理師再詳細的詢問一次 你的身體狀況 所以等於是雙重把關啊 開始做化療 進到化療室之後 護理師會幫我們上點滴 等到真的要上化療藥的時候 他們會全副武裝 穿著防護衣來幫我們上化療藥 不好意思那時候我沒有拍很多照片 所以請大家看一下這邊日據的示意圖 順便追一下這個日據還蠻好看的喔 那設備方面的話 我們病人是有一個像按摩椅一樣的沙發床 但是沒有按摩功能啊 可是他的椅背是可以調整高低的 如果累了就可以把椅背調低下來 躺平休息 那放腳的地方也可以抬高 讓你的腳可以伸直 這樣子做冰敷的時候也是很方便 避免不用一隻手拿著冰敷帶 冰敷帶也不會掉下去了 那前面是有一個螢幕 你想要看電視上網 都ok 我覺得馬街醫院這樣子的設備真的是很貼心耶 我在做化療之前呢 我還以為說我們會坐著鐵椅 排排坐 然後呢做到屁股痛 而且在那邊發呆兩個小時 做了一個化療大概要90分鐘到兩個鐘頭 然後就會超過中午午飯時間了 我會先買個三明治啊 飯糰一點吃的東西 墊肚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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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A就是所謂的人工血管 我們打化療藥的時候 就是從點D的管子連到波A 從波A打進去連到我們的大血管 這樣可以快速充斷我們的化療藥劑 然後運到全身 而且呢也不用每個禮拜都要 嗡針跟拔針 像美國、澳洲等國家 他們不像我們 大部分人都是有裝破A的 那他們打藥的話是從手打進去 這樣子的話 就有可能每個禮拜都要嗡針、拔針 而且手的血管比較小 如果不小心的話 有可能會傷到血管 好最後我要來講一下住院化療 住院化療一樣也是要抽血跟看門診 我是安排在週末住院化療 比較不會影響工作 那我就禮拜五下午的時候請半天假 就直接進去馬街癌症中心的住院區 的住院櫃台報到 然後呢 那下午2點半報到 做完之後呢 隔天早上9點出院 護理師評估的部分 那他護理師會直接到你的病房來 抬著一個電腦 然後呢幫你量血壓 之類的 那如果有需要那個 注意的地方 他也會通知醫生 為什麼要住院化療呢 就比如說像小紅莓 他可能副作用比較大 然後要打比較久 打8個小時 他不能一下子打太猛 所以他要慢慢滴慢慢滴 滴8個小時 這時候就要住院 而且呢 這樣子也比較能夠觀察到你的 那個 副作用的情況 有沒有 你的身體OK 還有另外一個是 打標靶的時候要住院 這是有關於保險的問題 標靶的藥物真的很貴 一針就好幾萬塊 有一些保險 他可能有住院的 他才會理賠 馬街癌症中心的病房啊 還算蠻寬的 而且我覺得好像看起來蠻新的 又很乾淨 那像我剛開始打小紅莓的時候 我是住那舊大樓的病床 感覺到非常的歷史悠久 好 然後呢 又暗又 又閃 晚上如果隔壁病床在咳嗽 我就覺得 我真的是好害怕 因為我們白血球很低 就是很怕被感染 然後後來醫生才跟我說 幫我安排到癌症中心住院 癌症中心一個病室的話 是有三個病床 他的空間也都蠻寬的 旁邊有一個陪病床 那也不會擠在一起 整個病房給人的感覺 很乾淨明亮 然後他的廁所也是非常的乾淨 就好像飯店的廁所一樣 那麼乾淨 當然住院是一個很難過的事情啊 那起碼就住到一個比較乾淨的地方 讓你這個住院的期間會好過一點 我真的覺得說馬街醫院的醫護人員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耐心 又很有愛心 又非常的nice 他們都會來主動關心我們身體的狀況 然後會幫你做詳細的記錄 馬上通報醫生 整個一年多來的療程 醫生有一點像是 整個療程的計畫者 還有監督者 對 那真正實行去照顧我們的是護理師 真的非常感謝我們台灣的醫護人員 No.1 讚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 按讚 訂閱 分享 掰掰 有什麼問題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